10万订阅 谢谢你们 未来一起努力吧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古博士袁中林 欢迎收看药林股长 上周五 美国费城半导体 纳斯达克都大涨了2%左右 台积电的ADR也涨了1.5% 所以今天我们一开盘的时候 也是大涨 台积电表现很好 然后整个指数上涨了100多点 但是上涨当中 有一些好像风雨欲来 三满楼的征兆在内 原来是为什么呢 创意跌停 那等一下我们再好好聊 创意为什么跌停 好 那今天的大盘上下震荡幅度380点 最后收盘跌了147点 收在17145 那上市类股当中表现比较好的 是属于比较传产的玻璃类股 那之前的AI的概念股 今天都表现非常疲弱 今天表现非常疲弱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上跪的个股 也是属于 上跪的有一些小型的电子股 稍微表现好一点 那其他的AI相关的也都表现不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现在的加权指数跟融资的情形 融资余额还是持续在上涨 2242亿持续在上涨 所以过去这11天之内 融资余额增加了206亿 增加了206亿 比6月中到7月中的143亿 哇 增加了几乎增加60亿 所以这段期间就是 散户不管是跌或涨 非常勇敢的冲进来 所以我们一再提醒说 这个融资余额 谁可以载舟也可以复舟 那如果是大盘下跌的时候 这融资余额就会造成大盘 一个非常大的负担 非常大的负担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盘目前今天气势如虹 来到了甚至来到了这个 区间的高点 17400多点这高点 甚至还创新高 那但是今天收盘跌下来 所以未来这段期间的 这个指数仍然是在 16600点到17500点 之间来做震荡 这是目前的指数 比较可能走的这个情形 好 那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讲了 就说事实上股价炒作的三部曲 就是第一个要有题材 题材讲得非常动听 涨得非常好 吸引很多投资人来买进这只股票 然后再来炒一段时间以后 要公布营收 公布营收 这时候营收如果不好的话 就会 股价就会开始产生横向整理 开始停顿了 如果再来盈余就不好的时候 第三阶段是盈余公布营余 盈余不好的时候 这时候股价就下跌了 这个就是今天为什么创意 它会一开盘就跌停板的原因 造成整个AI的族群 卖压非常沉重盘中 有一些强势股纷纷打开涨停 然后纷纷往下杀 弱势股纷纷杀到跌停 那这个广达 这个微创都杀到跌停 好那创意他为什么会杀到跌停 因为他上周五的时候 他公布说 今年这个营运的目标要下修 他的营收增幅只有个位数 那获利会衰退 获利甚至会衰退 最主要原因是说 他有可能有两个大的客户 委外设计的这个大客户 他的明年才会认列出来这个收入 所以他今年的收入减少很多 就会延到明年才认列 所以一听到这个 很多投资人纷纷杀出来 所以一开盘就跌停板 影响到AI概念股的族群 卖压非常严重 非常沉重 好 那我们7月25号的时候 有跟大家提醒过 一些乖率率过高 季线乖率率过高的股票 当时有提醒大家 伟创 广达 智源 音乐达 这些都是当时的比较强的股票 这张图上都是强势的股票 那他们的乖率率都很大 季线的乖率率都很大 那是有跟大家提醒 然后现在来到今天 来到今天就是我们根据上周五的收盘价来看 一样华新光 上阳 伟创 广达 台药 川湖 广民 音乐达 这些的乖率率都还是相当的大 都是六十几%以上 那我们讲过乖率率是什么意思呢 乖率率就是报酬率 所以也就是说过去这三个月来 投资人买这一支股票平均赚钱的报酬率 平均赚了多少钱像譬如说伟创 它的乖率率是81% 表示说过去三个月 买伟创这支股票的投资人平均赚了81% 你看这个数字非常非常的大 乖率报酬率非常的大 也就是乖率率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那时候也跟大家解释了 如果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就会影响到这支个股持股投资人的信心 所以很容易就杀出来 因为你看过去三个月平均赚了81% 我现在先卖先赢 我就不管了我先砍了 我就先把我一串砍掉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赚 先砍我就先跑 先若带为安 所以大家都会有这种心态 这是针对乖率率报酬率高的股票 风吹草动今天的风吹草动就是创意 它的营收盈余 今年不如预期就是要下修 所以大家会去联想说 这些AI概念股 是不是也会跟创意一样 是不是营收盈余未来是不好 所以先撒拉再讲 所以就造成AI概念股的卖压特别的沉重 就是这个原因 好 这是今天所产生的就是伟创广达 像音业达这些都杀到跌停 杀到跌停 那就是因为他们的乖利率太大 投资人先砍先赢 先走先赢 好 但是即使在非常恐怖的情形下 上下震荡380点 后来跌了140几点 我们还是可以从当中找出非常好的股票 我们这些股票 譬如说我们的豪免 豪免7月18号的时候 跟大家讲 那时候股价只有33块 今天拉上涨停板 今天拉上涨停板 所以到目前为止获利了十几% 所以这个就是说 我们是会针对基本面来挑股票 然后挑股票 然后再根据技术面的介入时机 这个时机适当时机在介入 豪免他的营收很不错 他6月的营收月增56% 然后年增月增89% 年增56% 他是资讯网路硬体服务的厂家 半导体光电的服务的厂家 所以我们那时候推荐 今天就证明说眼光是对的 已经获利了十几% 好 再来我们看 这是细微 细微我们上周推荐的 我们上周推荐的 因为它是有一个OPF 这个产品的架构 这个它是一个开放的架构 那也是可以当作未来的资料中心 或者企业超大型资料中心 为这个资料中心建设的 那它细微它是全世界BIOS BIOS最先进韧体运算技术的厂家 提供系统管理软体的一个品牌厂家 所以因为它的本身的本质学能很好 所以连续拉出了好几根掌停板 那今天虽然盘中受到AI概念股的大杀 也打开了 但是后来收盘的时候 仍然是拉上了掌停板 所以持续强势 这一支股票仍然可以持续在注意 那今天虽然上下震荡 打开了震荡 但是它盘它的量没有放出很大 所以未来仍然是有高价可以期待的 再来我们看这支是中壘 中壘是我们在6月28号就推荐 这个给大家 6月28号那时候的股价大概是98块 那今天收盘 涨停板已经来到了122块 所以也获利有25%左右的获利 那中壘他是全球前三大的宽品网路的厂家 然后全美第一大的智慧 监控系统的工艺商 那因为这次拜登政府他提供了420亿美金 宽品网路建设 基础建设要让全美国都可以很快速的高速上网 所以这个对台湾的这些网路公司 网路设备公司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多 那他们尤其是有销入销到这个北美 销入到美国的这些网路厂家 他们都可以获得实质的利益 中壘就是其中一家 好 那再来我们看看 事宜今天也是收涨停板 今天也是收涨停板 那我们也是在6月28号的时候推荐给客户 那那时候是股价是122 股价是122 所以到目前为止 也今天已经涨到145块 所以价差已经一张就可以赚2万3 一张赚2万3 那10张就可以赚23万 好 那这个是智宜 智宜他是全球最大的IAD的制造商 他是全球最大IAD制造商 那IAD就是所谓的整合性接取服务的设备 那是整合哪种呢 整合语音跟整合数据 把它两种整合起来一起传输的 好 那这个智宜今天表现的非常强悍 那又收涨停板 所以这个股价突破了横向整理区 仍然会有高点可以期待 好 再来我们上礼拜有跟大家讲 这个Cowars先进封装的基本概念 那时候我们有跟大家提到一些股票 包括红硕 星云万润 还有下面这个泰森 还有君华 君豪瑞云 这些股票 那今天这些股票很多 仍然在炸大盘不好的时候 仍然在持续上涨 当然星云是没话讲 红硕 还有泰森 君华这些都表现的不错 万润都表现不错 好 那再来我们看这支股票 就是我们很早以前就推荐给客户 5月29号 5月29号 那时候就推荐给客户 那时候 星云的股价只有103块而已 到目前为止盘中来到266块 那涨幅真的是 涨了160块 涨了160块 这个幅度真的大 涨了一倍 就是1.5倍了 就是你从原来的成本 涨了1.5倍 它是国内12寸晶圆再生军严厂的大厂 那是提供给台积电的 私事制程的设备厂家 先进制程的厂家 所以台积电 要做先进制程的生产的话 星云就是受益最大的一个厂家 好 那它这个股价仍然持续强势 星云这张股票 仍然还持续可以注意 好 再来 我们再看这支股票是红康 今天表现也是非常强 今天表现涨了9块 涨了9块 7月6号的时候 我们在红康 它的6月份的业绩公布的时候 它6月份的业绩创了历史新高 我们那时候就特别在提醒 各位投资人说 红康的这支股票可以注意 果真 整理一段时间以后 它就上礼拜拉长天板 今天又继续强 可见就是说它的这个红康的这个 业绩仍然是持续好 因为它做的是什么 它是做半导体IC设计的这些厂家的一个 它的问题进行分析验证 所以尤其是IC设计 IC设计厂它的这些问题要除错这些分析 它不管是行不管是产业的业绩好坏 不管景气好坏 研发都要继续做 所以红康它的业绩从来不会缺少的 就是景气不好 IC设计公司也会交给红康来做这些出错 分析验证的工作 景气好那更没有话说更好 所以它的业绩为什么会在上个月6月份的时候 可以创新高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是一涨非常有潜力的个股 持续半导体整个业绩好的话 它持续会好就是这样的 好那再来我们这档股票是四季钢 四季钢是我们持续推荐的股票 我们说四季钢它做的是风力发电的水下面的基础 叫Jacket那个钢结构 水下的钢结构的基础 那它的子宫是做风力发电 上半部的这个夜扇 风力发电的夜扇 那这个所以四季钢它整个 从上到下它都可以做 所以因为前两年是新冠肺炎 比较严重 所以缺工很严重 所以它的业绩 它的工程进度受到影响 那现在新冠肺炎 减少了 这个和缓了 和缓了以后 它的业绩就会大幅的提升 那我们也一直跟大家讲说 我们去拜榜这个四季钢的时候 就知道说这个四季钢的业绩 未来业绩 持续的好 持续的上升 而且是上升幅度蛮大的 所以这支股票 可以中长期持续的再继续看下去 继续做动 那它的股价也可以持续的垫高 好 那我们今天再跟大家推荐 两档价位比较低 比较低的 比较清明的股价 没什么涨幅的 第一档是林阳 林阳他本来是专注于车用晶片 他是IC设计公司 他是专注于车用晶片 然后他也跨入AI设计 他是做高效运算结合周边的 AI的晶片解决方案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 林阳他也是一个AI概念股 但是大家都眼光都看到 创意 四季黑歪 林阳这种股价那么低的 所以大家都不会注意到 现在目前只有30块左右 那我们看他的股价 他是这个股价来到了这个箱形整理 这个可以看成是一个三角形整理 那整理似乎要突破了 那是不是可以突破 还要等待未来的这几天 看看是不是有办法这个突破 因为现在刚刚好是在整理的边界 如果可以突破的话 那股价就可以再继续往上涨 那如果万一如果没突破的话 等于就是说他还要继续整理一段时间 才会有好的表现 才会往上突破了 就是这样 因为整理区间什么时候结束 没有人知道 所以那但是这支股价 一直都没有没有这个涨上去 所以可以逢低这个布局这支股票 好 再来我们再看这支是益龙店 益龙店 他也是一个IC设计公司 那他的股价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就是很久都没有大涨过了 然后他有做AI 人工智慧的晶片 他是做怎么样 以现有的产品AI化 然后透过AI触控的触控板 可以减少让误触 让不小心碰到的错误 可以减少到百分之以下 把这个错误率可以减少到百分之以下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然后他另外有开发的AI 360度的鱼眼 智慧车流的侦测系统 这个又是牵涉到AI 所以这个益龙店 所以他也是一个隐藏版的AI概念股 只是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他 零群益龙店都是一个隐藏版的AI概念股 所以这两支股价都没有大幅的上涨 所以未来可以持续注意到他们的股价的表现 好 再来我们再讲说这个股价 股价我们挑选股 我们挑选股票的原则是这样的 我们是把基本面比较好的股票 组成一个投资组合 也就是所谓的投资词 Portual 美国财问通常叫Portual 投资组合里面或者你叫他投资词都可以 这是基本面好的股票 我们筛选出来以后 并不是马上就要买进 这些基本面好的股票 我们要等到他的技术面 等到他的消息发酵的时候 再在适当的时机再进入 所以就是基本面折好股 技术面挑对10 折好股挑对10 那这个样子 你就可以获得比较高的报酬率 这个就是我们的做法 那我们 各位投资人会讲说 那个老师前面讲那么多股票 到底哪些可以买进 什么时候可以买进 什么价位可以买进 来记得这个电话记起来 这个电话记起来 跟着老师一起来做 那要不然的话 你这个LINE AT或者是TG 加入这个LINE 加入我们的LINE AT 或者加入TG 我们都会不断的提供 即时的资讯 相关的股市资讯 然后你就可以获得比较好的资讯 那就是说即使你没有加入会员 你也是有机会来得到一些比较好的资讯 好 那我们的这个要你鼓掌 这个节目呢 就是希望大家来不断的 不断的回馈 那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并紧张影片 分享给你所有想学习 或者已经在投资的这个朋友 那我是古博士 袁宗林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台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制根本 在到实地则房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